大家好,我是雨嫣 回家来好几天了 今天把这些宝宝的衣服全部洗一下 洗完了之后,等会我们去那边 去亲戚家走一走,看一看那边 你去这边逛一下好不好 这不动呢 看一下 拍前面,他按摩一下 按摩一下 我们洗完衣服,然后出来逛一逛 你看,现在天已经快黑了 到处都是治疗的声音 然后你看下面那个 是我大伯家的房子 都被这个玉米啊 还有这个 单亲水秀的被包围了 这个乡下的生活特别的安静 然后呢,我们这个村的话 基本上年轻人都出去广东啊,浙江这些打工了 只留下一些老年人在家 他们的话,一般就是种一些种玉米 然后就是这样,有的可能在家带小孩这样 乡村的生活真的特别的宁静 晚上的话 我们各自这些的话 像房子的附近啊,都全是一些大山 像我的话也是大学毕业之后就在重庆上班 一年的话可能也就回来两到三次吧 也回家看一看 然后家里面其实都还是变化挺大的 我们这个乡村哈 就这里的话 到我们的镇上的话 都要半个小时 像到我们的县城,洪安县的话 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如果说到追忆市的话 要至少两个小时以上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山村的 没有那种高速 我们这里到重庆的话 到重庆的话要六个小时左右 六个小时左右 开车的话就是 还是挺远的 因为我们到门口再修一条高速路 到时候的话 我们这里走追忆市的话 只要半个小时 然后到重庆的话 从六个小时变为四个小时 这样的话我们就方便回家了 关门 磊 磊 收集 所以 要给我 好